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些人都趕快改 知道嗎 是不是現在這樣啦 講解一下 這樣吊在辦公室 不上不下 吊在市場 誇在不上不下 我問一下 如果市長 市府那邊有意思 要找你們跟王嘉仁一起談 還有建商三方來一起談的話 你們願意坐下來好好談一下這件事情嗎 我們為什麼要跟他們談 我們跟他們沒有對立啊 對不對 我現在只是顧我自己本身 我這一個 我這一小家 對不對 你也要不給我照顧啊 你如果要給我照顧 我就會出來 我跟你講啊 王嘉跟我們都是老鄰居啦 我從小就在那邊長當 大家都是好鄰居 都是老鄰居啦 3月22號開記者會 到3月28號 蔡之後 可是我們聽到的聲音 都不是 都是一直在支持王嘉 我是覺得說我們自己本身也很委屈 拆了三年 我們看得到住不到 對不對 今天已經拆了 我在想說 那是不是應該也要開始改 只是 現在好像 一些新聞媒體 對他們的報導就是說 他們才是受害者 啊 我不知道啊 阿倫是誰的 阿倫是不是可以說 你們可以跟我們回答說 阿倫他們是受害者阿倫是誰的 當初 要都跟他們的畫圍也都是畫在裡面 如果沒有畫在裡面 對不對 怎麼可以拆 這個部分它就是政府公辦的一個內容嘛 一個範圍 所以其實大家也是就是依照法律來走 我們姑且不管法律到底是怎麼樣的規定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是 讓我們現在這些住戶非常非常的灰心 主要是這樣 主要是這樣 你要講內容是這樣 對 因為我們都是一些小老百姓 沒有什麼教授啦 沒有學生啦 沒有什麼法律跟聯盟啦 也沒有議員那些來幫我們站台 來幫我們支持啦 啊 都是一些笨笨的一群啦 真的真的笨笨的一群 他笑我們很笨啦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我們想把我們的聲音講出來 就是說 其實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我們這些都是乖乖的一群 因為想說 都市根基 我們可以換新房子 有新房子好的路 那麼又有政府法官 我們都是照條例這樣一條一條走過來 走到現在才猜 又卡在這裡 然後 很多都不是他們所講的 完全不是事情 所有事情都可以解決 但是 我們也不要求一定要納入王家的土地 這我們並不需要一定要納入王家的土地 我們也覺得說 那就隔開也可以 可是 為什麼好像都是在講 就是 我們大家在欺負他 我們不了解 我問一下 因為現在王家他們的訴求是 希望能夠把他們畫出去 重新分化文明院那個基地的設計 那你們覺得這個訴求你們同意嗎 就是王家畫出去之後 就可以馬來講 我們沒辦法再點下去 要我們等多久 可以啊 要等多久 等十年 三年 再一個三年嗎 那我們政府的法定到底幹什麼用 就是這樣子讓他們 予取予求嗎 百分之九十五跟百分之五 是不是 小姐我覺得你不要把焦點模糊掉 不是 他們要講是因為 你剛剛有說可以把他們畫出去 對啊 我怎麼說有說可以 我們是住戶 我們是地主 他是我們的朋友 所有事情都可以解決 但是 我們也不要求一定要納入王家的土地 這我們並不需要一定要納入王家的土地 不是不是我解釋一下 我們的意思只是說 就是說如果真的一定 比如說政府有規定 要把王家 能夠就是畫出去 那我們當然 當然認同啊 因為其實 大家生氣的只是等太久了 那這個當初遊戲規則講好就好 可是現在遊戲規則 不是這樣 可是鄭先生 住戶的講法跟你不一樣 所以是說 如果可以 你的蛋出就是說 你也接受 可是住戶現在意思是說 他們當初去同意 他們不能 不能接受感觸 你的說法這樣跟他們不太一樣 不是說 不是說不同意 因為如果說我們同意的話 那你們誰可以跟我講 我等幾年 三年 五年 還是明天就可以蓋了 小姐 要同意也不是我們幾位住戶就可以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是依著 建商 他就是一開始跟我們講說 我們這一塊地 要都更 然後他也是依著政府 劃定出來的範圍 跟我們講的 那政府的法令規定也是說 你不參加可以 你要在他們劃定之前 就應該要提出來 而不是說事後才在那邊提 然後我現在在意的是說 他們一再的說謊 為什麼他們一開始不講 現在才在那邊誤導媒體說 他們 他們一開始有說不同意 他 可以跟郭元毅一樣 一開始就說他們不要 跟那個 跟那個 旁邊那個五樓跟七樓的一樣 一開始就說他們不要 就好了 就沒有這些問題發生了啊 我現在問題是在這裡 小姐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以現在看來 像這兩天市長已經也接見了王家仁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訴求 想要跟市長講 因為他的訴求是已經 市長是 市長在新聞稿上面講說 希望兩年內趕快蓋好 上面有寫 我真的很 我很相信市長的話 他希望兩年內趕快蓋好 希望稿我們都知道 對 那我希望說市長 你 你在新聞稿竟然講說兩年內希望趕快蓋好 我希望你能夠 真的做到這一點 我們已經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媽要萬一 如果有什麼三長兩頭 我看市長你 沒有啦 主要是盡數動工啦 彭子也猜了 原地重建 那是萬萬一萬一 他已經在上面已經明明白白的寫說 希望兩年內趕快蓋好 為什麼還要再拖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市長有再請教一個市長 規矩裡面有說 麒麟地一定要化進去 不管房地要怎樣 這個我怎麼知道 我又不懂法律 我怎麼知道 我都... 這應該是... 我告訴你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從新聞稿上面 我以前從來不知道說 哇市政府有那麼多的新聞稿可以參考 沒有啦 我們要記者庭 你問我 我怎麼知道 你問我 我怎麼知道 你們應該沒有我們更清楚 法律的問題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不管有沒有喊王家 不管有沒有喊 總而言之 趕快現在可以 冠軍動工 讓你去住 這樣就好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小姐我現在是 你覺得房子拆了 你覺得還要再蓋他們的 然後再來蓋我們的 所以你還是覺得王家 大家當心答應了 就要一起蓋 對不對 不可以半途退出了 對啊 你現在房子已經拆了 你覺得現在 你覺得要怎麼蓋呢 要怎麼處理 他們的意思是說 他們蓋他們的 但是你們那邊 他們蓋回去就好 那你們還是蓋... 你覺得這... 這個是我們可以決定的嗎 稍等一下 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 我們真的... 我只是表達說 這個書院盡快建設 盡快建設 不是 王家那波那進來 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的意見都是一樣的 希望趕快回家 這是最簡單 我們只希望這樣 因為這樣會誤導我們的住戶 你知道嗎 小姐我跟妳講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 我是... 因為這兩個禮拜 聽到理論都在... 因為... 他們不斷地上co-in節目 不斷地說他們都沒有... 沒有... 都不知情 完全都不知道 我覺得... 我很聽不下去 我們才會想說 要... 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 至於他們跟建商怎麼表達說 他們要不要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問題是 你不能說你... 程序走完了 官司也打完了 然後回頭又來說 他們很可憐 啊...我們都不可憐嗎 好...